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情运不错 会有意外收入 工作也变得越发忙碌 今天运势较差的是天蝎座 其余表现会招来妒忌 脚踏实地才能实现目标 感情运不佳的是白羊座 鲁莽的表达只会伤害彼此 不要着急加快进程 下面来看看12星座的运势指数吧 接下来是我们观众的问答时间 一起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问题吧 来自腾讯视频的网友 优小优问 我是射手女 和双鱼男谈了三年 分手后想挽回能有机会吗 听说双鱼男都很痴情 射手女很会放电 双鱼男对这种热情可爱的女生简直毫无抵抗力 而射手女也属于比较缺爱的类型 浪漫体贴的双鱼男刚好能填补这些 不足之处是射手女的追求自由 常会让双鱼男觉得没有安全感 而双鱼男偶尔表露出的抱怨 又会让射手女觉得她不够man 相配指数两颗星 是需要努力维持的一对 双鱼男很容易被勾引 只要射手女愿意 就能把双鱼男吃得死死的 如果她还没女朋友 那想挽回应该很简单 可你们之间的矛盾若是没有解决 复合后也只能是重蹈覆辙 双鱼男的痴情也不是无条件的 若跟你的回应总是不成正比 她也会感到疲倦 所以还是先想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你们的分手 再选择要不要挽回吧 来自腾讯视频的网友菲菲问 我金牛女和巨蟹男分手了 可我还喜欢她 应该再争取吗 还是分开才是好的结果 求姐呀 金牛女跟巨蟹男都是十分真诚友善的星座 脾气性格上共同点也很多 尤其是两人都渴望拥有和谐稳定的家庭 凡事也会总以家人为中心 如此契合的价值观 更是会令彼此多一份信任跟幸福感 相配指数三星半 金牛女对待感情有些被动 不善表达 再加上又有点固执 即使有了情绪 也闷在心里就是不说 等着巨蟹男自己去察觉 而敏感多疑的巨蟹 就会觉得你心里明明有事却瞒着他 是不是不够爱他 这样一来两个人就很容易产生误会 既然还喜欢他 就大胆说出来吧 或许沟通就是你们最好的和解方式呢 来自新运365微信公众平台的网友 余丽娅英尔问 本人巨蟹女 男友处女做 都快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突然坚决要分手 说不能再跟我一起了 我不懂这是为什么 有办法挽回吗 处女男对人对事很有自己的准则 而巨蟹女则比较懒散随性 若之前一直相处得很好 那应该是她了解你的敏感 不忍多加指责吧 处女男明明为人挑剔 但对自己的恋人却是很懂得包容 可时间一长也难免感到疲倦 恋爱期间 她也许一直在等待观察 希望你能有所改变 可突然就谈婚论嫁了 一想到以后就要过这种包容忍让的日子 内心一时很难接受吧 毕竟处女男也是打心而理 不愿改变自己想法跟原则的人 其实他们很怕麻烦 相对于黏人 又爱纠结于小事的巨蟹女 个性独立 聪明干练的姑娘 其实更适合她 感情要双方共同努力 持靠一方的无限包容 是没法长久的 如果你还想继续走下去 最好先别急着提结婚 按照处女男的节奏 再相处一段时间试试看吧 好了 今天的问答环节就到这 每周四的观众提问 可爱365会在节目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还有幸运365官方微信公众号的留言里选出 如有星座方面的任何疑问 欢迎大家积极留言哦 明天记得收看我们的周五特别节目 拜拜啦 我是可爱365 处女座 爱星座 追求完美生活 一直搞不明白 为什么有那么一小撮地球人 能那么的无底线 登陆腾讯星座微信关号 了解更多星座内容 这年头 不懂星座还怎么混呢 快来关注我们吧 没 Sho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ㄱ点赞 凶突然 二步 一步 感谢观看